大家好,我是玉松盆景 今天来到石榴园 带大家看一颗精品老庄的石榴盆景 这颗是相当的霸气 是园子中最霸气的一颗 大家看一下这颗 盆上高度有个三米 灌幅达到了八米 是特别的霸气 像这么大灌幅的 还是非常的少见和难得 看一下整体股价是相当的漂亮 特别的有年功 像每个过渡汁 都是在七八公分的 看一下特别的苍老十足 看一下树干 全部都已经看花镂空 而且带雕花石里面的 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庄子呢 都是上百年的老庄才能 像这种庄子 都是上百年的老庄 培育这么一颗精品老庄 16盆年 都是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 看一下整体股价 层次都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也是满兽的果子 品种是大红袍石榴 大红袍石榴 它的特点皮红 紫也是红色的 果子 果子也是非常的甜 像也是南北方 都是可以 种植的一个品种 它是非常的耐沿寒 耐旱 耐高温 南北方 均可种植 有喜欢这种庄园老庄石榴盆镜的朋友 可以下红袍里去理解 像这一棵本年老庄 还是非常的难得 整个石榴园 是独一无二的一棵 真的是独一无二 特别的霸气 有个大工厂 庄园 种上这么一棵 还是相当的大气 石榴呢 鱼也是非常的好 鱼的红红火火 多子多福 多才多树 俗话说东流银西石银 南流北流出柜人 都是 是一个吉祥的树种 种子在家里 庭院里 别墅工厂 不仅玉一号 既可以赏果 既可以赏花 吃果 两不握 而且是这棵 还是非常的难得 超大冠服 冠服长达8米 特别的不错 有喜欢这棵老庄 十六盆景的朋友 可以三方屏内去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